现在欧文已经据说有消息签约了国内运动品牌安踏了 那真是安踏真是 那如果安踏真是签了欧文的话不得不讲啊 安踏呢在国内球迷群当中这个号召力 那就是为扶摇指插 因为你比方说欧文之前在海外曾经得罪了什么 扫住了一些民族群体 但是在国内呢 一般来讲我们呢 对于一个人以往过往的历史呢 还是比较宽容的 这个东西有句古话嘛 知错能改善莫大眼 我们不会像欧美那些地区一样 抓住欧文言语之上的一招知错啊 就是他的整个人生似乎说都要审办名利 很多运动品牌呢 也是抓紧与这个凯若文解约 但是国内呢 这就是说大度的兄弟嘛 尽可能以包容的姿态 去挽回一些迷途的羔羊 给他们的指明回家的方向 所以凯若文 签约了国内运动品牌安踏的话 说实话我感觉啊 欧文呢 其实他在球迷群当中 这个地位啊 那不简单 你首先一点 现在运动品牌 你得针对哪个年龄段的球迷 进行主要发力 00后 00后一般来讲 都有一定的艺术气质 就是他们思考问题呢 实用这是一方面 同时呢 我必须得啊 在运动场上呢 做的动作也要划烧 我也要追求自己的个性展现 所以欧文考虑到他本身 就是文体两块花嘛 原本呢 就用我之前那个一个知名IP 德鲁大叔 拍个电影 票房也大卖 同时呢 球迷这块 非常卓越 他属于哪种 属于典型的 球迷极高 但是达成的体育成绩呢 相对来说又没有那么高 体育成绩没有那么高 这就使得欧文呢 他的签约价码呢 不会说高的惊人 但是他能带动起来的 市场方面的销售啊 又特别夸张 所以安踏又是签约凯如文 很有可能甚至 一举超过克莱汤姆森 打造一个经典的安踏系列 这一项呢 安踏立马就就地起飞嘛 未来估计是四伯格党啊 因为欧文在国内 真是有一批 时钟拥盾 他这种场上啊 独特的个性 特立独行的风格 以及呢 超级强悍的球技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吸引 年轻受众的 所以欧文签约安踏 属于是强权联手 未来能不能超约李宁啊 超约李宁 这事咱们不敢多说 但是安踏本身 确实是一次 飞跃相比签约 这个是非常划算的 因为欧文这个人 话题太多了 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 那复刻当年这个 一页制企业那种盛况 当然这个呢 你就想的非常远了 只不过欧文确实有潜力 中二气质 欧文有点艺术家 艺术家妻子 你说哪个艺术家不中二啊 那艺术家 通常都是活得非常自我 欧文就这特点 而且现在运动品牌呢 它有一个 什么样的取次呢 就是 运动啊 和流行 两指间要相关联 这两指间越来越紧密 现在都强调运动品牌 运动流行化 运动潮流化 所以欧文是恰到好处的一个代人人呢 你就哭这么啊 潮不潮呢 很潮 但是竞技能力水准太低 所以你要强哭这么啊 那这 他在球迷市场当中没有号召力啊 而欧文呢 有足够的号召力 同时这个人个性这块又极具吸引力 这两者结合是非常绝妙 在现在这个时代体育品牌里 欧文像这种类型代言人 比很多专门的体育领域之内的顶级球手啊 还要更有价值 你比如约琪 他是不是厉害 那没用啊 你厉害 但你性格这块 太过沉稳了 你就不像说欧文 有那么强的对于年轻市场的窜透力 所以欧文这笔钱 又绝对是非常磨碎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